欢迎收看鸿哥富裕露 台子 我们讲的台湾的股市 现在我们讲的很好玩哦 一下往上一下往下 今天的盘是 呼上又呼下 又加上昨天台积电 我们盘后的一个法座位 对于对于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营收方面 是有有帮忙注意 所以也让台积电今天把盘整个往上推 但是还是发现有一些隐忧 彭克还是要告诉大家 台股现在就是没有主流 没有主流的意思就是说 他没有像五月份六月份 有生计啊 有被动元件啊 吸金元等等 这些股票 他们都有一个类股的推动 但是现在都没有群龙无首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今天要告诉大家 就是要赶快找到题材 我们再来布局 那要找到 找到题材之前 那我们要关心什么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以现在台股的一个现况来说 大盘的日线 他是走空的 彭哥在好几个地方都告诉大家 现在大盘的结构是空的 是有隐忧的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要赶快一直往上拉 才有机会能化解这个疑虑 所以现在再就是短线的行情一直往上冲 以全池股为首的台积电 红海 现在就是把盘整个现在往上推 但是我们中小型个股好像都没有受费到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隐忧 再来就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现在这样推推推 不能突然熄火 往下压 往下压又跌破昨天的 上涨K的开盘价 的时候 这样子你的头就很大了 如果做多的话 真的 我告诉大家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看到昨天的加全日线 我们告诉大家 空头趋势 大家这样看久了 应该都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能量线下穿 我们的我们的趋势线之后 蓝色线下穿粉红 桃红色线之后 他是一个空头趋势的一个走势 但是他的K棒在这个礼拜 连续1234 一直在线上面上下震荡 包括等一下我们让大家看到 今天那个走势往上往上冲 好 告诉大家 现在这个就是股价结构是空方 但是股短线的攻击在多方 但是他多方又很丑 什么叫很丑 往上突破之后又压回 但是位置还是在高 高处的地方 所以投资朋友们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 做股票真的要小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昨天盘后的把收会 就是 正 结论是正面 我们讲正面利多 带动 整个股价可以好好的发展 那因为他也是因为第四季 他的营收 激增率大家评估会有 激增10%的一个效果 所以就让股价 他们就评比他有240的一个水准 所以让大家觉得今天的行情 备受期待 果不其然 今天的行情台积电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来看一下 一开开高超过234 高高的往上开 开了将近5个百分点 5个百分点将近就是已经 对于大盘来讲 已经有80点的一个 上涨的一个效果 超过80点一个效果 所以基本上今天刚 当时结彰这张图的时候 大盘涨110点 110点里面的80点是台积电 所以只剩下30点是涨 涨大盘的 那现在录影过程当中 我们的台 我们的大盘整个杀下来 杀到只涨670点 换句话说 台积电 只剩台积电一个在涨 其他都在点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现象 就是一支台积电要撑起台股一片天 真的很困难 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强势上涨 但是他已经目前是脱离 我们讲涨幅成本区 空投反弹即将转为多投趋势 但是我们讲 盘不是 球不是一个人踢的 盘也不是台积电 一个人就涨就算了 我们做的股票也不是做台积电 我们做的是中小型个股 所以很多中小型个股真的现在真的不 ok 告诉大家 现在的一个矩径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当时今天的一个加权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彭克还是要先预估一下 我们在昨天已经跟大家讲 今天的盘只能涨不能跌 如果到尾盘之后 他尾盘真的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到什么地步 这个盘会死掉 10811 彭哥把这边把它标起来 在日线的能量线布进 如果他没有办法 维持站在能量线之上的话 我们各位同学们 你一定要小心台股的空头即将就会到来 但是当然现在还没有 先做好准备 以备万全 不要到时候跌下去的时候才开始问 怎么办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的动作都已经做了 你还在那边怎么办的时候 你就为师以往 你就只能亡羊补牢了 好这就彭哥要告诉大家的 大盘的现在一个现象 所以 大盘我们刚才我们昨天有讲的就是 如果你要让这个盘好的话 大盘跟国具要同时一起往上 或是一起往下 这样子趋势就出来 为什么 国具是真的带领很多 这一次 这个完全完全的1万点以上 通通真的80%有国具的功劳 所以成也国具 败也可能是国具 所以国具真的 你不要那惨 再跌破 900以下 再跌破8万以下的时候 这时候投资人你就要小心了 他真的肯成为 在出货 他最低的评比还告诉你 他要买到600多块 632 这个数字 投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 这些数字 他有预告性的一个效果 而且是在两个月内 做一个实施的一个动作 所以投资人不要只看涨不看 鸿哥是全面性的 观看他 当有好行情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赚钱 当没有好行情的时候 我们就要保守以对 这样才不会在市场上面真的伤到很多 所以很多人一直在问鸿哥 现在盘怎么办 我的股票怎么办 真的来信的人非常的踊跃 但是我们讲鸿哥只有一双手 我们线上助理也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没有办法说及时的帮大家 做一个回答的动作 但是鸿哥还是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所以鸿哥 我们提供了一个密集 一招定多空 让大家可以用一招 赶快判断 现在的股票是多投还是空投 有很多人想要上鸿哥的课 但是住在中南部 他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先赶快提供一招 让大家判断现在手上的股票是多投 还是还是空投 强势还是弱势 当不对边的时候 建议你一定先赶快 先秀我们讲退出观望 或解蚂蚁 以对不要做太大的一个部位 现在真的很危险 没有那么 没有像之前那么好做真的哦 所以彭哥最近没有比 没有一直在像之前一样 积极的挑挑选标股 给给我们的同学一直一直拼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投资人 我们同学你一定要赶快把这些方法搞清楚 弄明白 所以我们一招定多空 让大家赶快速的扫描手松的持股 所以你想要这样的方式的话 彭哥这边不好意思 我们的条码被遮住了 但是没关系 赶快加入我彭哥下面的一个彭哥富裕录 还有我们的 赢家No.1的Lite8粉丝团 你加进去 彭哥在节目之后 我们会赶快再发送一条短连结给大家 赶快来锁取这个方式 昨天的100名已经锁 已经拿完了 我们现在在开放50名的同学 如果你想要赶快拿到这份秘籍 我们助理一一的发送完之后 我们会再来发送这50名的同学的 的一个讲义 所以如果还没拿到 不要急 耐心等待 彭哥一定会给大家 每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股票的一个方式 这就是彭哥对做任何事情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就要照 我们说好照顾同学 我们就一定要照顾同学 不管没有上课的 大家都可以学到一些 外面外面投资人选不到的东西 在彭哥富裕录 在赢家No.1 通通彭哥把一些方式技术交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在股市上面 赚多赔少 我们现在就是要赶快 守住我们之前的一个胜利 不要让自己的钱随便流出去 这就是彭哥想要帮助大家的一个精神 好 所以要把趕快把握机会 我们彭哥富裕录下个礼拜见哦 拜拜